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啦 你们记得是名声耶 你们知道吧 爱骗人的事情 爱骗人的事情 阳晨霖河南爱骗人 实言极道歉 台网也怒 海鲜之乱为何不道歉 听你的声音 一点点清晰 你能不惜相遇 提醒我的爱丽 口爱教主阳晨霖 近日在大陆展开巡演 9号在河南郑州场举办演唱会 在talking环节 不小心脱口这句话 这下BBQ了 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啦 对 你没记得是名声耶 你们知道吧 爱骗人的事情 爱骗人的事情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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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人真的好巧皮喔 不仅瞬间被大陆网友言上 是不是没读过书啊 一些艺人智商请商都不够 他是真的不会说话 之前说的抗战还离地在目 中国官方也确定揭入调查 被骂到极致 杨晨霖随即火速发文道歉 我要为郑州无意冒犯的玩笑道歉 非常愿意接受大家的指教和批评 不是 你们哪个人都灰 你们哪个人都亲啊 你们可以冷静让我知道 到底是谁亲吗 还原约三分钟的talking环节 因为圣语大哥拍到有情侣在接吻 才让现场躁动 好天啊 谢谢 男男人不可以这样子啊 你也有些名声耶 你们知道吧 爱骗人的事情 你们两位吗 再一次 不是 什么意思 还是现在拍到谁谁抓紧 我们要不要去 请请请 回顾杨晨霖的失言争议 最大的莫过于2003年的抗战事件 一度遭大陆冷冻封杀 逼得他只好低头道歉 好新鲜哦 我的天啊 我好期待等一下的热鲜饭 海嫩 超海盘 不过最经典的 还是去年的海鲜说事件 面对主持人询问 怎么没吃过台湾没有豆腐鱼吗 杨晨霖则回应 在台湾没有吃过什么海鲜 早年家里经济压力挺大的 在台北吃海鲜是奢侈的 此番言论被台网友大力抨击 杨晨霖当时把气反击 可以哦 赶快买第一排 还附上少年表情 我爱跟他吃不假 对比如今河南爱骗人风波 杨晨霖火速道歉 也让不少台湾友忍不住很酸 台湾海鲜之乱 就没看到你立刻道歉 台湾友对不起你吗 只能说人红是非多 晨霖辛苦了 吉竹 赶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